深海 深海 仍然是地球上最神秘、最令人着迷的领域 但这一次 我们将看到那些 深海里令人惊悚的东西 这些触目惊心的镜头 将颠覆我们对深海的人质 引发无数疑问 接下来 我们将解释人类深海探索的未知奥秘 可怕的鲨鱼 相信你在潜水时 你突然看到这一幕 肯定会很害怕 在瑞瑞市的纳沙泰尔湖深处 距离水面40米的地方 你能发现一座绝对令人毛骨悚然的水下雕像 这个鲨鱼雕像的存在 是为了让人们 不记得深海 永远是令人恐惧的 这座鲨鱼雕像 于2007年制作 沉用于一部短篇恐怖电影的宣传 它已成为当地潜水爱好者追寻的理由经典 幸运的是 这只恶魔般的鲨鱼 只是一座雕塑 但我敢说 它的可怕程度 无亚于真实的鲨鱼 并将永远 成为我绝对不敢 在看不到底部的水域 游泳的理由之一 你看到后 不会害怕吗? 金鱼死亡后 沉入海底 这一孤独而浪漫的过程 即为金鱼 这是地球上最浪漫的死亡 金鱼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自然现象 它的形成条件 极为可可 只有一条足够大的金鱼尸体 落入超过一千米深的海底石 才有可能出现 而金鱼巨大的活动空间 使得寻找难度 犹如大海老振 几十年过去了 人类发现的自然经络 也不过五十个 一条金鱼的尸体 可以供养一套生态系统 百年之久 一经络而万物生 绝非让人许名 对于海洋生物而言 金鱼就是一场套贴盛宴 可以滋养周边的海洋生物 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金鱼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金鱼刚刚死去的时候 生物学家将这一阶段称为 移动轻道浮阶段 在金鲨下 城市海底过程中 盲曼 鲨鱼和一些夹克类生物 都会来饱餐一顿 它们以极快的速度 吞吃金鱼的柔软组织 但因为金鱼的体型太大 所以这些生物要吃完 所有的软组织 至少需要数个月 有的甚至要一年半 期间 90%的金鱼将被分解 而第二个阶段 名为集会主义者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 觅食的都是一些 无脊椎动物 特别是多毛类和 甲克类动物 它们能够以餐鱼精食 作为起居环境 一边生活在吃 又一边啃食 参与精食 第三个阶段 名为 跨人滋养阶段 随着鲸鱼身上的肉 都被吃过 吃食剩下的 只有骨头 但 让吸引了不少生物 例如艳养菌生物 艳养菌生物 会在井若中 生活数十年 这一阶段将养活 不计其数的海洋生物 最后一个阶段 名为 骄养阶段 此时 井若已经被完全掏空了 但是 却还能给生物 提供保护作用 像一些小型鱼类 就喜欢待在井骨中 这样 就可以躲避天地的布施 成为生物关腾的热源 井若所代表的 不仅仅是鲸鱼死亡 沉落到海底 还象征着 它对海洋的贡献 因此 哪怕说井若 是浪漫的 是温柔的 都十分恰当 对于漆黑的深海而言 井若无疑是一份 极其贵重的礼物 水下鬼城 注意看 现在我带着你看看 被成为水下鬼城的游乐园 这个被成为水下鬼城的游乐园 给人们带来了一种神秘和诡异的感觉 这个游乐园的柱子 曾经是一座为墨西哥亡灵节而建的场所 亡灵节起源于大约3000年前 只在纪念哥伦布时期死去的美洲人 并通过举行各种仪式 来追忆和纪念失去的灵魂 因为在16世纪 西班牙政府者将这些传统带入了新世界 并受到了黑死病的破坏 使人们对死亡的看法更加黑暗 所以这里的建筑雕像都是让你毛骨生完的 然而 这个游乐园在2017年 遭受了一次可怕的海啸袭击 整个地区被大量的水淹没 随着地壳的移动 这片区域逐渐变成了一条河 使得这个游乐园沉入了水下 从而形成 如今被称为水下鬼城的景象 人们可以潜水或者坐船 来探索这个神秘的水下景观 欣赏那些被海洋环境所侵蚀的建筑物的残海 但这些废墟透露出一种庄严和诡异的氛围 让人不仅感叹时间的流逝和人类的脆弱性 这样的探险不仅让人们了解墨西哥的亡灵节文化 还提醒着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尊重 尽管这个水下鬼城是一段被历史的见证 但它也展示了人类创造力的力量 无论是墨西哥的亡灵节 还是这个水下鬼城 都让我们思考真实的边界 和对失去情人的纪念 你相信万物皆有灵性吗? 进入纽西兰的渔民 就用摄像头记录下这真实的一幕 一头入脸附近 突然潜出水面 嘴里吊着一根破旧不堪的绳索 看上去附近的情绪十分着急 而且嘴里也不断的发出声音 似乎想要表达什么 它还向人类露出自己的白肚皮 以此表示友好的信任 起初渔民以为是绳索卡在了胡金的牙齿上 可每当渔民去踹绳索的时候 胡金都会用力的去拉扯它 渔民知道 胡金的智商很高 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做出这样的动作 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 渔民当机断定 胡金是来求救的 事不宜迟 渔民赶紧拨打了海洋保护协会的电话 在接到电话后 救援人员很快便赶过来 胡金立刻在前面开路 带着他们朝着另一片海域游去 在航行的20分钟后 胡金终于停下了脚步 只见前面还有几只胡金飘在海面上 原来是胡金的妈妈被人的仪器的绳索 铲在了尾巴上 难怪小胡金会叼着绳索去求救 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根绳索 他能很轻松地夺走胡金妈妈的命 胡金妈妈为了摆脱这要命的绳索 找雨内的筋疲力尽 其他的小胡金在妈妈受困期间 一直寸步不离地守护在他的身边 直到救援队赶到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可救援人物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由于胡金妈妈的身心庞大 救援人物并无法把胡金的尾巴拉出水面 尽管胡金妈妈十分的配合 救援队还是花了将近一个钟头的时间 才把绳索剪断 脱困的胡金妈妈坚持开心到了极点 然而就当救援队准备离开的时候 让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小胡金的嘴里竟然叼着一条魔鬼鱼 然后在救援人员的面前还会有动 为了表达自己的谢意 小胡金把捕获的魔鬼鱼送给了救援小哥 等到救援队离开的时候 胡金妈妈带着小胡金们 在救援船的前面领航 直到把他们护送到岸边 才肯离去 不得不说 万物真的皆有明星